他来了他来了挑战德爷的男人走来了 吴辛磊简称磊哥退伍军人 曾在法国外籍军团服役十年 有丰富的野外作战经验 爱德斯塔福德人颂外号德爷 前驻阿富汗英国陆军上尉 有丰富的挨饿经验 今天两位选手要挑战的是 中国甘肃的阿克赛沙漠 整个赛程将近100公里 谁先到达冰川谁就获胜 可选工具只有两个 小刀和空水壶 领着来者是客的原则 磊哥把先选的机会让给了德爷 理查德毫不犹豫地拿了小水壶 小刀自然就归磊哥 比赛正式开始 走过路过的先来压个住 认为德爷会赢的弹幕扣1 磊哥会赢的扣2 谁也不压的扣脚 只听321号令一响 两人一流小跑冲下山坡 之后就兵分两路 德爷挂着小水壶 打算先绕道去黑山找水源 磊哥则选择了直线距离 他面临的是较平坦的河谷 沙漠中烈日当头 两人的首要任务都是防晒 机智德屁颠跑毒 选择在峡谷阴影处的安全区前进 磊哥则开启美容教学 看到这个干蘑菇了吗 他的包子是一种很好的防晒霜 现在我们只需要 用人体排泄物将它润湿 上脸涂抹一定要均匀 高光区角这层薄 最好涂厚一点 抹完闻一闻 嗯 消毒水味 德爷这边遇到甲格虫 熟悉的肌肉味嘎嘣脆 美妆博主磊哥洗涤蚂蚁窝 随即手取幸运观众赛牙凤 嗯 核桃味嘎嘣脆 磊哥的行进方向出现蓝路山 如果绕行将耗费大量时间 但如果选择越过 亚丹地貌的松软土质 会给攀爬带来危险 真男人就要勇敢拼 磊哥还是决定爬过去 他找到一处狭窄的缝隙 一步两步 磊哥踩着土块成功登顶 摄影师惨遭火埋 德爷还在心心念念想喝水 但这里离黑山还有这么远的距离 夜晚的沙漠温度会降至零下 现在最好升火搭营 小水壶派上了用场 他的底部就像凹面镜 先推两口唾沫抛光 再捡点干草引火 德爷干得专心致志 根本没发现 一团神秘黑影缓缓靠近 两分钟前 磊哥偶然发现德爷脚印 孙子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他果断披上围巾吉利服 苏醒了 猎杀时刻 只见漫天黄沙中 一团土色的身影 七拐八扭 原来德爷在答应 那就别怪我趁机偷塔了 年轻人就是不讲武德 这是赶超好时机呀 磊哥连夜撒鸭子赶路 德爷还在撅着屁股求火 诚恳少女在线祈祷 终于火德行军上线 嘎嘎的笑声传来 不讲武德的磊哥赶路到凌晨三点 这下差不多可以睡俩小时了 小刀石头一敲 瞬间生火 隔壁的德爷见了 要羡慕哭 第二天 口渴德终于来到黑山 但这里让他失望了 别说水 连根草也看不到 磊哥那边也渴得不行 妄梅止渴 画饼冲击全用上了 前方惊险老鼠洞 磊哥的午餐要来了 先用烟把它熏出来 再从另一个洞口 守株带鼠 一套洞作行云流水 就是这肉少了点 而且还臭臭的 中国胃真的有点吃不下 磊哥戴上了痛苦面具 幸运德发现了远处绿洲 高兴的一路小跑 到了之后 先跟大地来个亲吻 有水了 有水了 欧黄失水 磊哥这边还在用爱发电 免已进入一级脱水状态 加油特种兵 沙漠两天不喝水 干地失水 磊哥另辟蹊径 他想通过干河的河道挖水河 先往上游走一走 越往上走水越游 这地儿看起来不错 开挖 经过一阵猛袍 特种兵喜提生炸泥土汁 德爷美美的在绿洲睡了一觉 干地却要早起赶路 先吃口草 解解渴 这是沙漠中的一种离科植物 含有大量水分 就是有点咸 谁知刚走没两步 果然 草不能乱吃 这把血亏 德爷沿着小河悠哉的走啊走 诶 我怎么走不动了 可没人跟我说过 欧黄还会遇到沼泽 费了老大劲才出来 德爷委屈屈 雷哥这边经线骆驼尸体 虽然已经晒成干 但这骨头可是装水的好东西 一番敲敲打打 雷哥装备加一 就是空有杯子没有水发愁 有水的德爷 已经化身美食博主 先用香脯提取淀粉 做个大饼 再 兔兔这么可爱 吃起来一定很不错吧 手艺人得 在线制作投食器 我想双击滚 吼吼 吼吼 没中 再吼 烤兔肉到手 配上大饼做成兔肉饺子 真香 另一边 雷哥饿得咕咕叫 下午他好不容易找到水源 以为自己绝处逢生 谁知晚上 肚子就开始抗议 夜里还冻醒好几次 一觉起来 苍老十岁 只能吃点黑枸杞 以赛牙凤 欧皇德 也遇到新情况 走着走着 到了死胡同 前方是瀑布 这下只能爬山 好在这边的山 还硬一些 德也成功回归沙漠 而飞球磊 再次遇到蓝路山 这次连个缝隙也没 坡度接近垂直 之前带的骆驼骨头 派上用场 这东西可以充当冰稿 用来攀岩非常合适 由于土质疏松 雷哥在攀爬过程中 几次下滑 越看越心酸 伴随着杯壮的BGM 甘地终于登顶成功 现在两人都进入了冲刺阶段 直到目前为止 雷哥一直处于领先位置 只是拉开的差距并不大 到了第五天 两人都来到了冰川脚下 这里的温度极低 德也一路小跑前进 吃饱喝足力气不愁 一口气来到顶峰 耶 第一 雷哥饿了五天 再加上高原反应 现在爬得有点喘 主持人发出火锅诱惑 甘地努力干完了最后一程 耶 第一 等等 这穿着大棉袄的男人是谁 雷哥人傻了 果然 有时候选择比实力更重要 甘地也实在干不过欧皇 啥也别说了 还是吃火锅去吧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精彩纪录片